而在台北市选委会呢 今天则是举办了一场罢免案的投票 对象是这个新医区的一名里长 那么罢免的对方呢 就指控他是在乎职守之外呢 还有贪污之嫌 同时有借钱布盘的情况 甚至有非婚生子女等等 好那么发起这场罢免案件呢 其实就是他的丈母娘 因为婚外情的关系 认为他的私得是有状况的 那么最终这个投票的结果呢 是同一票451票 不同意132票 但是因为没有达到门槛的792票 所以罢免案没有通过 口罩旁边拿下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 赶在风箱前压线抵达 投票为了这桩 新医区警情理理长王磊凯罢免案 投票结束前最后一小时 还是陆续有民众自己来的 夫妻一起还有一家四口出动 里长本人是他 参加里面活动 健康操跳的卖力 却被指控服务不积极 我有一个革命邻居跟老太太 他被儿子遗弃了 想找他来看怎么协助 跟他约了两三次 他都不然就到办公室 到办公室 你干事也不在 他也不在 不只平时 罪没人 罢免方更控诉这里长 贪污借钱不还 带乎职守甚至结婚才短短两年 就在外有另个亲密爱人 更生了孩子 台北地院审理确定判赔 就连原配也加入 发起罢免行列 不过针对贪污指控 里长说经检警认定没违法 至于其他事项也没有具体证据 根据规定要超过选举人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七百九十二票 而且要同意大于不同意 罢免才会通过 然而最终结果同意票四百五十一 不同意票一百三十二 罢免没过 然而罢免结果也是与选民关系 修补的警讯 华新闻张智杰 张二柯台北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